哇 好香 好味道瘋 哇 神經病 好邪惡 不知道慢慢開不開心 我很開心 我們這次這個XO醬炒龍蝦最特別的地方 不是龍蝦本身 是下面那些腸粉玉碎 吸進精華不止 還要拌龍蝦的蝦膏 整鍋東西的味道都吸進去 我們開始之前提提大家 假如你還未訂閱的 記得訂閱按鈴鐺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pha 歡迎收看不熟不吃 母親節就來來 我們是時候在家製一些食物 孝順一下媽媽 慰勞一下她那麼辛苦臭大我們 或者是那麼疼愛我們 這個食物我們除了要漂亮之外 要健康 要威 要得體 要媽媽 或者是全家人都吃得開心之外 最重要是我們的食物要夠漂亮 首先我們眼前有一隻龍蝦 這個是在街市買回來的新鮮龍蝦 龍蝦最重要是新鮮 所以假如你不新鮮 出來的效果會霉 或者鮮度會減 但是當然你可以用急凍的龍蝦味 都可以的 容易做很多的 但是當然是新鮮是最好吃的 除了這個東西之外 還有些蒜 芝麻 辣椒 蔥 然後我們也有些是腸粉 這次我們在那個粉麵檔買一些腸粉 這一隻是蔥花腸 你可以買一些白腸粉都ok的 只不過是蔥花腸就有一點點蝦米蔥花 咬下去的口感味道都會好吃一點 你除了是做腸粉底之外 都會有一點點的免治牛肉做這個肉碎 就令到吃的時候有這個龍蝦的鮮味之餘 肉碎、腸粉可以吸收我們龍蝦的油那個精華 這次我們會有一點XO醬 是要令到那個食物除了是好看點、好吃點之外 有這個野味、一點點辣的感覺 這個肉碎 假如你不吃牛肉 你可以用豬肉的 其實大家的用途一樣 就是要有這個味道吸收進去 腸粉和肉碎有兩個不同口感 龍蝦有爽淡鮮甜的味道 也是一個非常野味的配搭 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怎樣處理 龍蝦買回來之後 我們是要出去洗乾淨這樣 我們再說一次 龍蝦要新鮮 假如是死的龍蝦要放尿 未死的龍蝦其實是不需要放尿的 龍蝦死了之後 它的尿會變成一些尿素 就會令龍蝦腥 或者肉會容易霉 都是這些原因而已 假如這隻龍蝦是死的 就可以在Owiwi這個位置貼著下面殼的位置 就一直督上去督上去頭的位置 當你放手 那些尿或者血 就會在這個位置出來了 假如大家是識處理龍蝦的 這一步麻煩你把它拋開 腳的位置其實會有些水分 會令我們轉頭煮的時候 拉油的時候容易彈油 所以我們就會把它剪掉 我們在這裡切下去 然後就爆開它 每一節都這樣做法 然後到尾這個位置 我通常都會開半 就在中間這個位置 這個時候就可以準備一些廚房紙 將我們龍蝦那個殼肉的部分 就略略印乾它 方便我們轉頭上粉 還有拉油的時候 都會少些水分 擦一擦它的尾部位 擦一擦它 好 然後處理龍蝦頭的位置 亦都是很多人不是很敢去攪的位置 兩條竹鼠前面有兩條很幼的 這兩節我們通常都會吸出去 不要 我們這個時候就斬它 到龍蝦爪的位置 就沿著殼的旁邊 這裏就切下去 我們先切斷兩個位置 切斷之後就可以很輕易將蓋打開 打開的時候 留意它這個白色的東西 我們不要的 我們就可以沿著這個位置切出去 這個位置不吃的 所有位置都不要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再開一半 那就方便我們拉油和容易熟透 那就不會那麼容易煮過龍 時間都會快些 那個塞 即是那個位置 頭的位置我們都稍稍引乾它 不斷壓一壓 就鎖一鎖多餘的水分 高的就留在裡面 煮這個菜不多不少 都要用多少少油才好吃 但是怕不健康不用怕 我們煮這個菜之前 都介紹一下這隻 刀蜜金莊濃香花生油 每份食用含量九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可以保持心臟健康 其實我平時拍片很多時候都有用它 但是只不過沒有特別提及 這次多謝刀蜜的贊助 我們這次想用少一點的油 我們就半煎炸 半煎炸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都不可以說太少 那麼多那麼少都要蓋到龍蝦那個表面 我們就按上去油就差不多了 其實都是用了大約是四分一支油 不是很多 你這個時候就可以開火加加熱 同時就可以把我們的龍蝦上粉 其實你把一堆的生粉倒進盤子裡 不用怕 多了你就留回去 然後就拋一拋 把食物不斷轉一轉 拋一拋表面 薄的一層 真的薄的一層就可以了 不用多 放在篩裡 全部同一個做法 不用那麼複雜的 你不停滾它 反它 它就會有粉黏上去 就放上去 熱爪 尾 都放上去 好 那個蝦頭就回頭去補補了 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不斷拋一拋它 確保粉就不會太過厚 好嗎 然後蝦頭呢 最重要是要將它中間的位置上粉 因為這個位置是最多水分 以及炸的時候最容易散 我們就將它適量的粉撲上去 拋一拋平它 其實就已經完成上粉程序 等一等 其實這些有剩的粉就可以留回去 當然你家裡就要遇上適量的份量 通常酒樓或者餐廳都是這樣做 我們就可以將這些龍蝦拿去拉油 好 試一試它 假如有泡霧出來就OK了 好 由於這次龍蝦份量不是特別多 我們可以將它一次過放進去 保持著中大火去處理 就不要說火太小 那你就先放我們的龍蝦尾 即是龍蝦件就放進去 這一步很快 我們目的是要將它煎封了 所以其實整個過程大約是30秒至1分鐘就完成 我們拉的時候可以確保它一面攪拌之後 就反轉去煎另一面 譬如這一面 這一面為例 我們就可以再反轉 看到它熟就OK了 千萬不要拉太久 拉太久 它一老了就不好吃 會變成醬膠 我們保持著 看到它已經變得白色就OK了 而且一滴油都沒有彈 我想說現在這個時候是非常非常香 這隻油是由這個非常優質的花生製成的 炒香之後就見到煙都不是多 而且有煙也好 也都不會多 最重要是不要那麼容易黑 差不多一分鐘的時候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放在一邊備用 千萬不要 我們不是要煮熟它 我們是要把它封掉 龍蝦頭 留意了 我們因為它蓋不曬 就將它傾斜 將油淋去龍蝦殼或者龍蝦頭裡面 就可以節省油之餘 都做到拉油的動作 我們不需要將頭炸熟 看到它的眼睛變了白色 肉固定淨了 殼殼變了橙色 其實就OK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加一格油了 這個油見到是非常清澈 而且它也有龍蝦的精華 所以留下之後 我們那個油可以煮 譬如炒菜 其實都非常香 我們晾乾隔去就可以翻用了 記住 這個油我們可以炒上剩餘的肉碎和腸粉 千萬不要倒進去 倒進去就很浪費了 這個是我們龍蝦的油 我們先用中火加加熱 你會問我們先炒哪一樣東西 當然是先炒肉碎 因為肉碎是會出水的 我們沒有理由炒腸粉之後加肉碎 那些腸粉便吸收我們那些豬鬚味的肉碎 對不對 所以就要先煎或者炒我們的肉碎 我們稍後會再加一點味 令到它有龍蝦的油香之外 亦都有這個普通少許的豉油的底味 我們先把它攤開 看到其實一點都不黏 炒開它 不用那麼多 說真的 太多我覺得不好看 多少水 這個時候就可以準備瓦鍋 把適量龍蝦油加進去 就可以放在旁邊用中小火去加加熱 其實是保溫的 水分蒸發了之後 就可以將我們的腸粉加進去 加之前記得我們的鍋都要少許油 加一瓶下去 你真的會很擔心你的食物油要用多少 但假如油是健康的話 煮起來都會安心很多 好 我們把我們的腸粉放進去煎 適量的份量 保持中火 好 放進去之後就不要攪拌 就是養開它就可以了 我們煎香兩邊之後就給味 確保腸粉有油在下面 所以這個腸粉會很香 現在就可以放一點生抽 半個湯匙左右 XO醬 大約是一個湯匙 好 這個時候就可以將整份東西過入鍋裡 好 油熱的時候就可以把我們的料頭 就是這個薑和我們的蔥白位置放進去煎 好 隨即可以收回到一個中小火 把我們其餘的料頭包起來 好 我們聞到一些香料的味道之後 就可以把我們的龍蝦回鍋 先放我們的龍蝦件下去 這個時候可以放一點點味道 就是包括小小的蠔油 大約一圈的蠔油 半個茶匙的糖 剛才我們有的生抽 都大約是一個茶匙 我們炒香的料之後再炸一盞酒 整件事就非常之香 一蓋的紹興酒 好香 有時候鑊你怕它燒焦那些 你炒出來就不香 就沒有鑊氣了 好 這個時候我們龍蝦頭回鑊 然後我們剛才有剩的XO醬加進去 不斷拌拌拌 都可以吸收XO醬的味道 雞湯不用多的 不斷拌拌 收回中小火 蓋上蓋子 煮一分鐘 好 一分鐘回來之後開蓋子 蝦糕轉頭拌腸粉是非常之好吃的 當然你不用煲上也OK的 用個小火燒出去 把我們的龍蝦味放下去 龍蝦身 龍蝦頭這樣 這個一定要吃 好大塊 好香 好味到癲 我的龍蝦膏 龍蝦湯 油 全部精華 全部倒進去 哇 神經病 好邪惡 不知道慢慢開不開心 我好開心 父親節都可以用這個 可能爸爸都很喜歡吃龍蝦 收回那隻爪 把蔥倒進去 用個小火 好熱好熱 屈它30秒 30秒之後就可以了 這次這個XO醬炒龍蝦 最重要是要吃完下面的腸粉 我們說腸粉之前 都看下龍蝦不知多漂亮 顏色夠 又有少許XO醬的香味 又有豉油的香味 最重要是花生油 都非常之健康 用多一點都不怕 夠油 怎會不好吃 我們先看下面的腸粉 雞肉碎 這個真的非常屈肌 我拍完這個鏡頭 我都忍不住將它塞進口 非常之好吃 就是這樣 多謝收看今集的不熟不食 希望大家母親節 或者父親節都試下做一下 喜歡的請你要讚好分享出去 訂閱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或者是Facebook Instagram是CookingRoom2K的 我們下集再見 Bye Bye